这人呢 喲 闲也来的呀 对对对对 来我跟你说一下 这是一个姓赵的一个先生 他委托我给你们志愿者发的 买的这些礼物 有饮料和水果 就一百块钱的 他说的正好一百块钱 哪个姓赵的 你可能不认识 他是一个你的老乡 你让我认识一下 你的老乡那个辽宁的 然后做海员在澳洲 现在在澳洲 行行等我去澳洲找你 那哪玩去泰国怎么样 好多人问你 好玩吗 挺好的 好玩 嗯 泰国的文化挺好的 我也就是信佛的 他是属于佛教文化 就是不用去指定的点去站街 只要晚上站椰子树底下 也是证明你是慢 就是椰子树底 那我要在椰子树底等人也不行 还有什么呀泰国的 因为好多同志都特别喜欢去泰国 泰国最近泼水爵不停 泰国的泼水爵去年有俩死了 他还心脏病 就是引用毒品还怎么着呢 其中今年的泰国泼水爵 就是这段时间起了三千多起车祸 死亡了三百多人 就是因为泼水爵太拥挤了走不动 不过其实泰国这个城市吧 没有去曼谷是吧 他是特别堵城 就是堵车力 可是人家堵车吧 人家司机都特别有素质 从来不打喇叭 从来不按喇叭 对对对 而且你过马路的时候 横川 你只要红灯也没事 只要你打一种招呼 他都会停一下 对 就是泰国人司机还是挺有素质的 泰国那边反正吃的挺适合我的 布罗饭吃了 然后二百泰铢相当于人民币四十块钱 然后股盘 我开始还以为一盘呢 后来啪啪啪上一桌了 啪啪上一桌了 我说是不是整错了 他说没有 他说这是一套 素盘才二百泰铢 我一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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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在家人也特别热情 去了两次呢 对对对 年前去一次年老去一次 泰国人也特别热情 都是微笑服 就算你生气了他们也是微笑的 微笑 但是挺好的 所以但是服也特别周到 反正我觉得比内地强 人也特别热情 挺善良的 挺友好 吃的也挺適合我的口味 反正我在国内肠胃不太好 我一直很担心去那边吃东西 可是去那边就肠胃特别好 就没有说辣肚子什么 比在国内吃的要好 挺适合我的 我说你干嘛今天打完这么正式 写报表那这天忙着 我都不要离职了呢 为什么离职来的 我说我要去意大利找我男朋友 哇 你男朋友怎么认识来的 不是通过你介绍的吗 我怎么认识 通过你这个视频吧 然后人家在国外看到的 然后就对我挺有感觉的喜欢我 然后后来我俩就一直在网上聊了两个月 过年他回来陪我两个月 对我也见了 对你也见过 你不是你们请我吃饭了 对对对对你觉得挺好的那一小孩 挺好的 然后也挺善良的 挺单纯的一小孩的 人家也是初恋 然后他出柜了 出柜他爸妈也接受了 最难得的是然后也接受我 觉得我的人也挺好的 他爸妈也就是说让我俩生活在一起 别异地变不好 说让我也过去了 这么少人家他爸妈给我办的签证 不好 然后你到哪都在生活 在哪都在工作 然后他爸妈也跟我说 工作方面不用担心 怎么也比中国强 挣钱也比这工资高 然后那个物价也低 而且那国家还有男男婚姻自由 是意大利哪 意大利米兰 米兰 对 然后这不是 你这现在走欧洲的路线 对 走欧美路线 还是打入欧美市场的 哈哈哈哈 那么以后这摊事交给谁啊 国内的这个志愿者 那你要走了什么回来啊 说不太好 一时半会儿就是没打算回来 因为主要是朋友男朋友生活嘛 因为然后也涉及到工作 他爸妈也说了给我们自由 就是说 嗯 嗯 半年 你俩要是觉得适合这生活 欧美的生活 就继续待着 回家 或者看看 然后说你俩要是觉得不适合 你俩就是说 回去也行 回来的话 也不准备在北京 因为北京的工作压力也大 然后那个物价也高 也剩下啥钱 所以说就是在他们是在我们盘景 在我们家里边 盘景好 他爸妈说的 说 呃 你俩要挣点钱 然后不够再给你们添点 让我们给 嗯 买个房买车在盘景 生活 上个班 嗯 反正就是拿我不当外人 就让自己的女婿呗 就是一家人呗 哈哈 挺好的 他爸妈也那天他爸妈也跟我通话了也 嗯 然后就说那个 钱方面你不用担心 当时我还觉得挺干 不知道叫啥好 你说跟我俩的关系吧 应该叫阿姨熟肉吧 嗯 但是你实际他妈就比我大五岁 哈哈哈哈 挺年轻的 然后他爸也就比我大七岁 嗯 眼前嘎嘎看我走 给我买不少衣服 都很支持你 没想到 没想到你这个那么快就要走 就跨中国门 对呀 哎呦 赶紧的 驾入豪门了 全都知道这家我要加入意大利的 肯定有一些人就是在你后边嚼舌根 非常的嫉妒 对也有说不好的 说不好 说他都有 名人就只能接受草作的 就这样 你接受好的也接受坏的 坏的说没有 对 出名的 也说明我 对 出名的 就要受到这些压力 自己好 幸福自己肯 自己知道就行 哎呦 你说你以后就不在这赶紧拥抱一下吧 嗯 雪儿 我说雪儿 谢谢就好久见不着你了 雪儿 没有你的帮助 还跨不出国门 加入豪门 哈哈哈哈 他说你到那边得好好发展 对对 先说还比一般人普攻俱强 先说我这吃住 人家吃住啊 人家爸妈都说不用担心 跟人一起生活 然后呢说工作没问题 你说你也会做美发 嗯 也可以说一个月两三千欧元挺好的 他说你要不美发如果这一年要不熟的话 卖衣服也行 他妈卖衣服的 这都是我的熟悉的行业 嗯 然后实在不行说下来就是去大那个公司上班 都行 就先说有好多人就是说 空手去的很艰苦的 所以说先说我这边有人 是吧 有这么大的帮助 而且人家爸妈对我也挺好的 人家接受我俩能不能说 让我俩生活在一起 学会意大利 学点的 学教 识评上我男朋友经常教我 不学大人 到那边也更得学 因为我竟做服务行业 服务行业 那你还做HIV志愿者 应该是不做的 因为咱不了解那个行业 但是以前我听一个粉丝 他在芬兰的 他说在那边有做这个的 但是是要有职业证书的 哎呀 你还别说 这19年还真是你出国一下子好家伙 就是东南亚这个又跑我买这个 今天还说咱去日本呢 也去不了了 今天是我那个出国的年份 明天你回你回国年份 去那个米赶石双州去走秀 走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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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呼吁我走完 那米赶石双州就黄了 哈哈哈哈 本来现在米赶石双州都不景气 这一年不都是巴黎石双州 有巴黎了 对 一定找个一个马来西亚的女朋友 他也认识外国的 也是通过这个视频认识 一个马来西亚的 然后他俩挺投缘的 聊天聊的挺好的 他俩还有共同语言 游戏也都玩一样的 然后他俩就不来这边了 也是一个富豪的 还有一个富豪的子女 玩一样 还要给林买车呢 现在人敢给林那个环游世界呢 到苏州那站 哈哈哈哈 前一天巴默的圈 到苏州 苏州 玩给他 我以为他在国外来 往中国的苏州 不是 人家那人从马来西亚来中国找的 因为林他没护照啊 他是直男人 直男 对 多少年 谢谢赵哥的水 爱心水 真甜 好多粉丝说特别感动 我觉得我们的工作特别的伟大 职业特别的与众不同 所以你就 接触的人群特别的 砸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说 反正挺广泛的就是 广泛 你对待什么人 你都得好好对待 对吧 有感染者 有接受 也有那什么 接受检测 你都有一二 2017年10月底 我举起了相机 记录下了小魏 在同志公园的志愿工作 原本只是为了记录我身边的人和事 没想到这系列的视频 点击率大大超过的预期 越来越多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 开始跟我联系 更多的人认识了可爱幽默的小魏 并随着我的镜头 感触到了北京著名同志公园牡丹园 到现在一年半过去了 小魏即将离开他的工作和驻守多年的检测车 去迎接人生崭新的路 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 你永远都不知道下一个是什么味道 感谢那些观看我视频的朋友 让我继续保持这份执着与热情 记录着北京同志生活的点点滴滴 这就是我与牡丹园的故事 故事还会继续 而此刻的回忆将凝固成永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